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博士 硕士 高学历都能找到 但其实这样的租友却可能暗藏危机 其实蛮容易形成一种灰色地带 因为你不太确定对方的动机 跟你自己的 事实上他可能交友变成交易 你看这就是挂羊头卖口肉 直接就讲他有S就是幸福了 这天我们来到这间四平大的房间 他是曾经租过一日女友的40岁男子小光 他向我们介绍足友界的公开秘密 收手了 那个大肩领抱其实很正常的 反正你觉得他们真实 坦白说我不确定 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指引他的真假 我就真的只是要短暂浪漫 所以就是你如果要接触这个 你自己要很有那个把持 回想三年多前 他曾尝试花钱租女友 体验恋爱的滋味 分别遇到了三位不同类型的 出足对象 他在谈话过程当中 就会淡淡的撒娇 那有稍微 稍微拥抱 前两次都让他体会到 短暂但是心动的甜蜜感 只是第三位女子截然不同 用菜的时候他就是直接我说 什么时候可以去汽车旅馆 他是打着猪油网的名义 可是他其实是在找 可以性交易的对象 你们讲好就是讲好了吗 这个东西有法律效益吗 然后你真的能保护自己吗 如果从男生立场上来说 我会觉得男生要小心的时候 可能是先人跳出界线 起初利益良善的桌游网 若是管理者没有善尽责任 极可能沦为违法工具 对使用者而言难以保障安全 然而以金钱换取情感的 速成交友模式 更让学者担忧 什么时候人与人的交往 变成只是在满足你单一方向的学情 绝对是在家庭或者学校 或者整体的社会 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出了一些状况 内政部统计2021年起 全台单身试婚人口已经超过半数 专家认为租油网站崛起彰显出低薪高房价 以及少子化等社会问题 并非由单一政策就能解决 得从整体社会结构着手改善 否则将来势必引发更大危机 调查中心李军贼玉欣采访报道